Hello大家好,我是梅小布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我的一月爱用品分享 然后我觉得呢,有可能我不会每个月都出爱用品分享的视频 因为有可能有些东西是我月底才买的嘛 然后如果我用了三四次,我觉得好用就直接推荐给大家的话 有可能我的评价和我的那个对它的看法不一定非常的准确 所以说呢,我的那个产品的推荐基本上都是用在至少三周以上或者是更久 然后再推荐给大家的 然后同时呢,我也会将就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好用 或者是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神奇的产品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然后分享给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叫这个视频叫做我的每个月爱用和那个失败产品的分享 好吗?OK 好,第一件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一个洁面产品 是这个牌子的,ERNO LAZILLO 是这么点,不是那种肥皂的样子 然后我觉得它好用的点呢,是这个牌子它出的那个 就是面霜和那个就是黑色的洗脸皂更为的有名 那个黑色的洗脸皂呢,是就是说清洁毛孔比较好用的 白色的这款呢,是提亮肤色的作用的 然后我推荐这个的理由是因为就是你洗完它之后 我觉得它首先它是非常温和的一块洗脸皂 然后其次呢,你洗完它,用完它使用完之后呢 你是会真真真真的感觉你的自己的肤色真的就是亮白了 大概有两阶这样子 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它也是适合用就是敏感肌使用 就算我脸部有敏感的情况下 我还是可以使用它 它不会加重我那个敏感过敏的那个就是状况了 所以我就觉得它就是还不错 真的非常推荐,我觉得它就是很温和 洗脸,洗脸的效果也很好 而且是真的会让你感觉到你的皮肤是亮白了 另外一样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 是我之前也有用过 它应该算是我重回我爱用品的一个产品吧 就是这个First at Beauty它出的那个Ultra Peer Cream 对,这款cream呢是我的就是说回购的第二个 我第一个买的呢是一个就是像小支一点的那种像牙膏一样 在那个就是说夏天春夏我是会用它的 因为它就是比较厚 就对 我之前也在我之前的那个 我之前也有提过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有轻薄的产品 无论是面霜Foundation任何东西在就是那里搁置了很久 直到最近就是我们这里 密西根进入冬天了之后 我有一段时间整个皮肤极其的干燥 嗯,干到不行不行的 所以我就觉得有可能我的面霜已经 那种薄眼的面霜已经达不到那种好的效果了 而且在那段时间呢 我就一直过敏脸上出那种小疹子 然后,嗯,因为这这罐它的产品呢 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非常,嗯 就是说非常多的成分 它成分非常简单 然后,而且它就是可以适合在那个敏感肌肤上面使用嘛 所以我就只用它和那个Origins的那个蘑菇水 然后这样,然后精华什么都不用 然后第二天我就会觉得我的那个小疹子退下去了不少 然后整张脸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保湿和抗敏感都还不错的 嗯,OK 嗯,接下来要提到那个这个东西呢 也是跟抗干燥有关系啊 就是这个牌子Aquifer是一个 你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的一个非常大众 像那个美国大宝一样的牌子 我买它是就是说出于机缘巧合 是因为那个,我就是说 就是在那个我皮肤非常干燥的那一两周吧 有一周我那个嘴唇就干到不行 是我就是说有生以来嘴巴最干的时候 然后都就是都裂皮裂得不行不行的了 而且我用了那种润唇膏,润唇油 然后各种东西我就觉得都没有效果 对,我都怀疑我是不是,是什么病了 然后后来呢,我就去CBS就是稍微看一下嘛 就是我也找到了这罐 它就是是一个膏,就是那种healing膏 就是治愈的那种膏 它也没有说它可以就是说 用,只用于嘴唇 它全身上下你知道就非常干的地方 它都可以使用 对,然后呢我就买了它 然后涂在嘴唇上 然后涂了之后我觉得第二天它就好很多了 然后过了两三天它基本上 我嘴唇就回复到了那个就是比较Q弹的状态了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它也没有味道 完全没有味道,就是那种百搭的那种 我就觉得因为它冬天它size也非常好 你可以放在小包里也行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冬天就要备一罐这种类型的 那个可以防干燥的东西 可以进来吗 看到这个 就是我之前有出过视频教学视频 所用到这个Pony和Mimibox合作的这个眼影 然后我这个拿了三个颜色嘛 就我自从拿到之后 基本上天天都在用 真的是停不下来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因为我就发现它就是说 它虽然也是那种就是闪闪的那种眼影啊 但是就是它的闪光呢 是和我之前用到的那些那个欧美出的那个眼影牌子的那个闪有点不一样 它是折射出更多的光 它就是那种可以看到就是它折射出的光 更加的丰富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形容的话就是你眼睛 就是如果你有树光打在你眼睛上 就在你眼睛上看到了水晶那种感觉的凉 你明白我意思吗 嗯对就所以就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粉质也非常的不错 就是它好用到什么程度 就是好用到呢 我把它Pony和Mimibox合作的另外两盘阴影 我都收了 你让我推荐如果你只想买一盘的话 我就推荐那个我示范那个3号就是那个橘色的 真的超级美的 分享了一个就是 嗯 之前我也有提到过这个Nyx的 嗯 Jumbo Eye Pencil 但是这一支呢是那个 嗯 不一样的颜色 这支是Milk颜色 是一个白色 然后之前网上有很多人说 把它作为眼影打底 眼部打底 它是那种非常白的白色 看到没 对 你可能觉得这个也太白了吧 但是其实你真正用它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就是晕开嘛 你们给大家看哦 晕开它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白 你看它晕开就是这样子 看到没 然后用在做眼部打底 它可以让后续的那个上的眼影的颜色 更加血色度更加高 饱和度更高 对 然后我有试用把它就是 只当做那个 没有上primer 就是把它当做primer来使用 我觉得效果也不错 它也不会让你的眼影脱妆 眼影里都是比较那种 你摸上去那个质感就是比较 sticky的那种 就是比较捏捏的那种质感 所以说我觉得它会把你的眼影就是 紧紧的捏在你的眼皮上 对 我觉得这支真的不错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OK 接下来给大家说的那个就是卸妆水 就是这款卡尼尔出的这款 那个cleansing water 这款就是卸妆水 是我所用过的卸妆产品当中 最为温和的 然后包括我用它来卸眼睛 然后我的眼部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刺激 它就是温和到这种地步 但是它就是却能够把我眼部所有的就是说妆容防水的那种 眼睫毛膏都卸得非常干净 这上面写的是那个 对它上面写的这款是那个蓝色的盖子 就是上面会有一点水油分离 然后它还有一款就是粉色的盖子就完全是没有油的 然后这款呢就是可以卸上面它自己写着可以卸那个waterproof mascara 就是可以卸那个防水的睫毛膏 我特别推荐这款 因为这款真的便宜 然后它卸得很好 而且非常的温和 对我刚刚忘记说了一个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这个真是唇膏 真是唇膏也在我之前那个就是 眼妆的那个教学视频里面有出现过 就是一个那个 就是非常自然 就是每天非常日常的一个 那个橘色系的一个口红 它名字叫是A65 Koi Koro 我不知道你大家就是镜头里面看不看得见 它是那种它这个唇膏里面是有一点点 带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珠光的 然后就是一个小颗粒 但是你就是你涂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它还是非常的润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它有这些小颗粒 小的一个珠光 然后在你嘴巴上的时候 就会它折射出来的光可以让你的嘴唇 更加的具有立体感吧 应该算是 不像是一般的那种 Lip Gloss 就是像涂了一层油在你的嘴上一样 它折射出的那种光真的是非常漂亮 最后要说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款 Tresomme的这个heat protection 在用任何就是会对你头发有加热作用的东西之前 都要用就是heat protection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甚至就是刚洗完头 头发稍微就是说让它自然干 或者用毛巾擦干之后我就用它 然后再用那个我的吹风机 然后就会觉得那个我吹出来的头发感觉更加的顺滑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它的作用 最后要推荐的那个一款呢 是就是不是具体的产品 但是算是一个概念的吧 然后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用Beauty Blender 我也是 我觉得它真的是最好用的海面 但是它清洗起来真的非常的麻烦 然后那个 但是我最近找到一个很好用的 就是这个 就是非常一般的香皂 你就可以在那种宾馆里面也会用 你可以拿一块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 这块就是宾馆拿的 对 然后你就用它 它真的是洗Beauty Blender的一把好手 非常简单就会把它洗清楚洗干净了 而且这个肥皂 就是你还可以把它用来洗那个刷具也不错 然后如果你觉得肥皂很麻烦 还有一个东西我推荐给大家也很好用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不是具体牌子 就是所有的那个沐浴露 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把那个Beauty Blender 和那个就是刷具 特别是刷具 洗得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很走 很早以前 那个在Amazon上面买的 然后就随便买 我觉得非常难用作 作为一个非常难用的沐浴露 但是它洗刷具 却洗得非常的干净 对 而且这个大概三四块吧 我记得就是多少毫升 好大一罐 700毫升 你可以用到升天好吗 这个真的好用 你就去买一个就是挑一个你喜欢的那种味道 然后就是我觉得就行了 它真的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的 好了 嗯就是这个月的暗用品就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说一个 我就说一个 那个我觉得不好用的产品 就是这个 Nyx的这个Blush 这个Blush的这个 嗯它的那个颜色是透 就是网上YouTube有很多欧美达人嘛 就是会提到说它用来做contour 非常好 因为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更想入另外一个牌子 叫什么 Cavern 什么 葡萄的茶道会在底下 那个牌子出了一个就是 嗯 非常冷色调的那种 修容粉 然后网上有很多人说它很好用 然后就是 现在的好像 它的一个趋势就是说 希望有更多的 嗯 灰色的东西修容 就是比较流行嘛 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就是 嗯 灰色调的修容啊 因为之前我用的都是那个 比较 嗯 就是说 嗯 自然色 不偏冷色调也不偏暖色调的那种修容 后来我就买它了 然后试了 然后我觉得 大家千万不要买 因为我觉得它并不适合我们那个 亚洲人的就是warm tone的那种肤色 它就是因为非常cool tone 然后在我的脸上 会让我整张脸 显得非常的脏兮兮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劝大家 不要就是买那个 就是cool tone的那种修容粉 除非你是那种冷色调 非常非常白 然后又是冷色调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在你脸上很好看 但是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暖色调的 然后就不要买了 除非你想扮乞丐 对吧 然后不然它就会在你脸上看上去 你的脸脏兮兮的 真的 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啊 对 这个月的暗用品和试办产品分享呢 就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傻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请告诉我嘛 拜托 对 然后就是 如果你对我的那个产品 我这个视频里面所提到的任何产品 有任何的就是 想法和那个 心得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我 给我留言 然后我也会把我所有的产品 就是我能找到的产品链接 和名字 然后写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里面 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Subscribe 谢谢 然后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